Yo 各位朋友大家好 那今天要來跟各位分享我的玩具啦 當然這款玩具先 感嘆乾爹 讚嘆乾爹 乾爹好棒棒 這款是乾爹贊助介紹的 當然這隻玩具想必跟我差不多年紀的啦 大概80年代的小孩 對這隻的認知差不多都是在 機器人大戰這個遊戲作品裡面 其實真的看過這部卡通的 真的說真的沒幾個啦 說真的沒有幾個啦 因為這一支這部作品真的是 西北古的 1983年 說真的1983年我還連金蟲都還不是 說真的啦連金蟲都還不是 OK那當然這一支呢是出自於聖戰士這個系列的 單拜音聖戰士單拜音這個系列的一個作品 當然這支是裡面的一個 比爾拜音 比爾拜音這個角色 當然這一支在一開始的 ROBOT魂 就有推出過一次 那這一次呢 版帶非常的 陰險狡詐的呢 在 Mateo超合金 ROBOT魂 那當然可能是新開的一條產線 又幫他推出了一次 當然這一支呢 主打 超合金 那當然正面 後面盒子 看他就像這個樣子 他就是一支 比爾拜音 然後他可以變成 這個飛行狀態 當然是這一支 主要的賣點 也就是現在他 ROBOT魂為什麼價錢標這麼高的原因 因為他有一個變形結構 那當然這一款呢 他主要是著重於在他的一個 整體的合金含量跟可動度了 所以變形結構方面呢 跟他的美形含 為了遷就於美形 他把變形的一點點小部分 算是犧牲掉了 所以這一支呢 其實比較可惜的是他跟當年的ROBOT魂比起來呢 他是有 替換部件的 當年的ROBOT魂呢 只需要把拳頭拔掉 大概就是完全變形 那這支不是 這支是可能要替換掉一頭拉庫的東西 OK吼 沒有了 我們就直接進入一個玩具的內容物介紹吧 呃 OK吼 那內容物呢 就各位記者上看到這個樣子吼 你一開始印入眼簾的是這款比有拜音的一個 飛行姿勢 就是他的一個 就是 昆蟲造型吼 那當然呢 我當然偷襲了 抄襲了別的UP組的一個設計的一個做法 當然大家也是先從他的飛行形態再慢慢變成人形形態嘛 你們背也給他抄一下 那當然呢 這一支的說明書呢 就像這樣子 他是一整本一整張的啦 然後裡面就有跟你講怎麼使用這一支玩具跟一些玩具的一些替換部件 巴拉巴拉巴拉一大堆吼 當然你們有興趣自己定格慢慢看 就是這樣子而已 那相當然呢 他這支使用了非常大量的合金部件 當然呢 極多大多集中在 腿上面 那當然這一支比有拜音呢 有一個像這樣子很漂亮的一個底座 底座上面呢就很漂亮寫著比有拜音 然後 聖戰士 那當然整支呢 像各位鏡頭上看到的這個樣子使用角座呢 是可以讓他整支像這樣立起來的 然後呢 變形成飛行形態的時候呢 是這個樣子 其實啦 再怎麼把小看這支的變形 也知道他非常的簡單 像這樣黑白轉轉繞繞繞繞的就一支 人形就變好了 當然 只是因為他有一個這種形態 就多了一個這樣子的形態 OK那從飛行形態來看呢 我們先近距離 DETAIL一下他商品的細節 等一下 這支枕枝上面呢 他幾乎是全機都做塗裝 當然我說我最討厭的就是全機塗裝 這支幾乎百分之 八十都是塗裝 那當然 翅膀的部分呢 使用的像這樣子一個二層的翅膀 各位看一下是兩層 這種漸層式的翅膀 透明零件的 深藍色跟透明零件的這個顏色 兩個翅膀呢是用球形關節做連結 所以還是可以額外活動的 然後呢 後面這一個小翅膀這個紅色這個翅膀的外殼呢 當然他也是一個額外的球形關節 是可以另外像這樣活動的 那兩支 附的兩支像箭跟槍呢 就是可以像這樣額外的掛在他的一個翅膀上面 好 那這邊呢 各位應該有其他的App上面有看到他這個地方其實是可以拔起來的 那拔起來之後呢你可以替換到同系列的一個 單拜音 讓他可以把這個零件 換掉他的腳可以站在那個零件之後讓他可以站在 單拜音可以站在這一支的上面兩個一起共演 不過呢因為這是乾爹的我沒有單拜音 所以我沒辦法共演給各位看 那基本上這一支玩具呢主要就是 機械化的東西然後 參入一些那種類生物的那種結構 所以看起來你會發現他就是很像 這個關節的部分就感覺很像那個 Blake那個感覺 有一點點那種生物的那種結構 後面這邊看也大概就是像這個樣子 從背面看呢 腳就是像這樣折疊 Z鋼彈的味道 然後呢 這邊腳爪丟 沒關係 腳做擦一下 當然啦這邊跟各位先再強調一下 因為這一支的身體的比重呢其實蠻重的 所以你各位在使用腳架的時候一定要特別小心 然後這個腳架在使用上有一個訣竅 等一下會再跟各位講 整體的細節那基本上合金的比重都在這邊 所以你手摸下去這個地方呢 他其實是冰冷冷的 就是合金的那種 然後呢合金上面塗裝 我最討厭就是合金然後塗裝 跟電鍍 這支就是合金跟塗裝 背面看呢就像這個樣子 基本上收納也算是ok啦還不錯啦 漂亮啦 然後呢作為一個飛行形態呢 他的一個手爪 這邊先把這一支拔起來 這個很可怕 等下跟各位講 這邊拔起來之後呢你會發現他的手這邊呢 會有一個遮蓋的地方 把他的這個拳頭的地方這邊遮蓋起來 事實上呢他附了非常多的一個替換用的手型 然後呢這邊變成一個遮蓋零件 把他這邊 蓋住 當然你可以選擇 用遮蓋零件或是乾脆就直接手掛在這邊就不要替換了 那他就是完全變形 那這支上面呢會使用到一些固定用的小零件 當然你也可以選擇不要用 像這個兩隻腿這邊 雙腿小腿這邊有一個 其實有一個使用這個透明零件 你們應該可以從其他影片有看到這個透明零件 但是呢其實我是建議各位就乾脆不要裝了 因為這個透明零件呢你拿到的時候我不知道是 乾爹落塞怎麼樣 他裡面這個 凹孔的地方其實是有一個半圓的 可是這一根呢是沒有的 我不知道插進去就 就無法固定了 我也不敢硬插 因為東西不是我的 加上這個透明零件 我怕插進去就 啪掉 啪掉我就成膠了 所以我就沒有特別去動他 然後當然呢這隻比爾拜英的爪子的地方呢 他是有附上 一些特殊的一個 像這樣子 他地方是可以拔起來 他有附上像這種特殊的這種 鐵絲用的這種零件 這種呢是可以把比爾拜英的任何一隻指甲 只要你高興你可以把任何一隻指甲 乾他媽找一隻比較好拔的 這隻像 你可以把任意一隻指甲像這樣拔起來之後呢 這個頭的地方固定在這裡 那像這樣子 然後呢 反正打指甲掉了 歐歐歐 來這個指甲這邊你可以把他像這樣給他固定起來之後呢 他的手就會像這個樣子 然後呢指甲會固定之後呢 拿這個另外一個地方的這個末端的地方 你可以組合在 比爾拜英的這個手上這邊 這邊他剛拔起來的地方 讓他可以做出那種手伸出去然後射出去的那個動作 當然這個零這個特效零件其實他蠻駕給的啦 但是 他有附給你算是 不錯的一個板帶良心 板帶自認的不錯的板帶良心 讓他可以做出手指頭指甲發出去的樣子 然後呢 整體就像這個樣子 一些細節各位都看過了 那就沒有了色我們就進入他的一個玩具的變形吧 當然主要就是要各位就是要看變形跟可動嘛對不對 那就沒有了色進入變形 那變形的時候呢 這身上這兩個零件其實你可以選擇拿下來或是直接撞在上面變 都沒有關係 OK那首先呢我們先來變形他的後半部 當然在一開始的時候呢 這個零件呢他原本是組在這裡的 我是選擇沒有組裝他 所以就 我不理他了 那首先呢你必須把他的 槌這邊這個公字型的這個折疊的地方呢 各位鏡頭等一下我看把鏡頭挑好漂亮一點 這邊呢公字型的地方呢你必須把他先拉開 然後選擇把他拉出來 這邊有一個 比較特別的是他的 小腿這邊有一個連動結構 你在往前翻的時候呢要必須把這個連動結構跟著一起翻到前面來 那這邊這一塊 角的這個東西才會跑到前面這邊來 他是一個連動結構 你在變他的時候一定要比較注意一下 如果你沒有順著連動結構的話呢 連動結構會卡在裡面 他就不會像這樣子很漂亮的跑出來 把腳伸直之後呢像這個樣子 然後呢 腳趾頭兩隻把他向後撬開 其實這個應該都是廢話啦 因為正常你會玩就知道了 這邊是額外獨立可動的 然後前面後面都把它翻起來像這樣子 翻開 那腿部的變形到這邊就完成了 那接下來要變形他的一個身體上半身 上半身的變形呢你要 其實他這邊 胸口這邊使用的是一個 算是替換用的美化零件 你在你把這隻鳥頭縮下去之前呢 一定要把這個地方換掉 胸口可以左右把他像這樣打開 打開之後呢 這邊你稍微注意一下這邊要稍微把他的身體往上抬一點點 因為這裡 他有一個如果你把他像這樣壓進去的話呢 這邊會剛好卡住 所以你要稍微把他往上抬 然後從這邊把他摳開之後這個零件 閃過這個身體的虛位把他 抽出來 這個零件就用不到了 當然啦如果你是講究完全變形的人的話呢 這個零件在一開始變形的時候你就不要用他了 事實上只是這邊會看起來比較空 但是他就是一個 變形這樣子 然後 打開之後呢把這個頭部的地方向這裡做一個旋轉 那這整個鳥頭就會收納在這個位置 然後呢左右把他蓋起來 這樣 接下來把頭向上抬 頭部就跑出來了 然後接下來呢 處理他的手 這邊這個蓋板的地方呢 把他 小心的把他抽掉 這是一個球形關節連結 你要很小心的把他抽掉 不然這個球形關節爆掉你就落賽 當然這時候你可以選擇他墨許的這種造型用的沒有空洞的手 或者是呢 因應等一下你會拿他的武器你就使用這個武器用的開手 當然我們等一下會拿武器嘛 所以就用武器用的開手 給他裝下去 然後呢這時候叫比爾巴音的這個兩個手的地方把他向下壓 像這個樣子 然後這裡是可以額外做旋轉的把手轉到這個位置之後 跟著這個關節一起把他平放 手的變形就完成了 另外一邊我們再做一次 當然 因著球形關節把他的手這邊給他 這個蓋板拔掉 然後呢裝上 當然我們等一下可能會拿 劍 所以就用這個拿劍的手 看到沒有拿劍的這個手 給他裝下去 當然等一下可能會拿武器手 我們用武器手 一樣這兩塊翻下去之後 到這裡做一個旋轉 然後呢手這邊把他平放 閃閃下來 給他裝回去 然後呢接下來我們來處理他的 背部 背部這邊 背包其實很簡單 你只需要把這一個 關節 向上抬 這邊有一個關節 向上抬 到這個位置 然後這整個給他翻起來 像這個樣子 接下來把他的翅膀向這裡做一個 旋轉 然後這個地方的翅膀呢 藍色這一塊翅膀 這個東西等一下 藍色這一塊翅膀呢 把它翻到最旁邊之後呢 給他往下折 變這個樣子 然後呢這一塊紅色的翅膀這邊 也可以把它往下折 變像這個樣子 這樣 那你這邊看就會變成翅膀會變像這樣 變形前跟變形後 然後再搞一次 再搞一次 搞兩次 左右邊各一個要搞兩次 來這邊給他往上 這樣 然後翅膀給他向下翻 這裡給他向這邊翻 當然你不翻也沒差啦 然後這一節給他向下抬 然後變像這個樣子 然後接下來呢 比有敗音的這個地方 他有一個連接用的一個 透明用的零件 這邊呢你翻起來這邊有一個連接用的零件 把左右的這個 弓砲的地方 兩門的那種弓砲的地方呢 我們把它 左右打開 這邊有一個卡扣 扣住兩個弓砲 你要把這個透明零件取下來 當然你可以選擇不要裝 取下來之後呢 這個砲的地方 他就可以做到一個像這樣活動了 這邊就會得到一個很大的自由度 當然你不裝他也是OK 不會因為你不裝就不能變形 OK那經過了幾個簡單的變形步驟之後呢 這一款比有敗音的 人形形態就變形完成了 等一下我們把鏡頭調亮亮 比有敗音的變形就完成了 終於可以開始介紹他的人形了 那當然這個底座呢跟各位講一下 他附了一個很漂亮的 你看比有敗音的一個底座 那這個底座呢 一樣就是板帶的那種很標準的 可以抽 伸縮 伸縮用的底座 那這個伸縮呢 你如果縮到任何一個卡點之後呢 把這個零件向下壓 這邊就會卡住 這是一個卡扣 然後呢 前面這一坨呢 就是因應你的角度 然後去固定在這邊 有很多好多的那種卡尺 可以固定起來 那這一邊這一根小小的這個東西呢 因為他必須支撐整支 比有敗音的體重 所以他真的是很吃 他很吃 整體的體重 所以你要小心一點 然後這一支在使用的時候呢 他卡扣有一個原則 這邊你看有一個小凸點 這邊你會看到這邊有一個小凸點 這個小凸點呢 當你在往 按下去之後呢 這個 這一根 就可以調整他的角度了 那你 那你按下去之後呢 來這邊各位看一下 因為這個 比較細一點 各位看一下 你往這邊按進去之後呢 他這一個就可以調整角度 然後呢 你把這個按鈕再把它按過去 他就會扣住 就沒辦法動 他不是一個齒輪喔 所以你們在玩他的時候 一定要小心一點 不要硬去靠他 這根斷掉你的落塞 他是靠這一個 往左邊跑 就是 解除 往右邊跑 這邊這邊 左邊突出來 這樣就是固定 注意一下 然後呢 因應你的 這隻角色的角度呢 你可以選擇他 深長或縮短 去 配合這隻 比尔拜音 OK 那比尔拜音 繼續回來比尔拜音 比尔拜音的人形形態呢 就各位鏡頭上看到這個樣子 說真的 其實好看啦 但是 合金其實還蠻給他 給的 因為在把玩的時候呢 合金很容易會蹭漆 然後這隻本身又 合金含量很高 然後全身又塗裝 白色的地方也是 珍珠漆 白色不是真的白色 是珍珠漆 OK 那整體的人形呢 多面看就像這個樣子 DETAIL 就是一個像這樣子的背包 背包當然大不大塊 就看你們各自 決定怎麼樣 那後面藏起來就像這個樣子 其實跟原本的 ROBA魂呢 是差不多的啦 只是變成他的 可動跟合金量 比較高一點而已 好 可動性方面 一樣細部DETAIL拉近一點 可動方面呢 頭部使用的是一個球型關節 可以連結 上下 這邊額外有一個前後的一個 前傾後傾的關節 所以就在一個前傾後傾 上下左右 然後365度跟鬼一樣 完全沒有任何的問題 然後頭雕的一個塗裝跟刻畫呢 也算是非常的細緻 這麼小一個東西來說 算是非常的細緻 然後肩膀也使用的是一個 球型關節連結單軸 其實 正常轉365度是完全沒有任何的問題的 那這個 肩膀這邊這個 裝甲的地方呢 也是可以上下活動的 因應他的手可以像這樣平舉 可以超過 手臂平舉可以上舉這麼高沒問題 那這邊有一個橫向的旋轉關節 雖然他做的不深啦 但是還是有一個額外的旋轉關節 雖然不多 一點點 但是這邊還是會 還是有 你稍微看一下其實還是有 不多啦 然後呢 手臂使用的是一個 二重關節 所以可以折曲90度超過90度 可以折到這麼高沒問題 那拳頭是一個球型關節連結 所以他可以旋轉365度完全沒有任何問題 加上變形會使用到這邊一個白色跟紅色接點的一個旋轉關節 所以這裡是可以旋轉365度完全沒有任何的問題 那當然 鳥爪的地方呢是可以每一隻都可以活動的 這樣活動 還不錯 那腰呢因為他變形結構的關係他是有做到一個細細的腰轉 但是雖然不多啦 他的 腰關節是開在這個後面這邊 一樣有一個腰左右轉 但是不多 前後沒有問題 前傾後傾這是一個變形結構時候的反揮 前後沒有問題 左右就一點點 然後呢 骨關節的地方呢使用的是一樣是一個單軸 兩個單軸 前踢腿大概踢這麼高 因為他沒有任何的東西去束縛他嘛 可以踢到這麼高 後踢腿呢也可以踢到這麼高完全沒有問題 只要閃過這些零件 那側開呢 一樣可以開到這麼高 完全沒有任何的問題 裡面就使用的是兩個單軸 橫向有一個橫向的旋轉關節 可以橫向旋轉365度基本上是完全沒有任何的問題的 然後這個關節的地方使用的是一個塑膠 這個玩久了我就不確定他會不會軟咖了 因為這邊跟這裡全部都是合金 會不會軟咖我不知道 然後膝蓋使用的是一個二重關節可以折曲90度超過90度 然後呢這一塊是額外的一個可以連動的活動關節 是連動裡面這一個下面這一段的 所以在使用他的時候你看在這邊會跟著一起活動 只要你在活動他的時候會跟著一起活動 所以你在活動的時候一定要特別注意這個東西要讓他有連動 可以超過90度然後裡面這一塊是合金零件 那膝蓋這邊也是一個額外的一個活動件 他不會去卡到這個零件額外的活動件 膝蓋折曲超過90度沒有問題 然後裡面呢使用的是一個兩段式 這邊看一下這邊是一個兩段式的一個 我不知道鏡頭上面各位看不看得到 這邊盡量拉給鏡頭看 這邊呢他使用的是一個兩段式的一個 軸關節所以他可以把這邊 腳拉出來 那正常是可以像這樣收進去 你可以把它選擇拉出來之後呢可以增加這一段的活動性 因為這邊這邊都是金屬零件 所以你在活動的時候一定要特別小心不要卡到頭 然後呢前後有一個前後的活動關節 因為他的關節開在旁邊這邊 所以這裡是可以做到一個前後活動沒有問題 然後左右沒有問題 然後腳趾頭的這邊呢 這裡跟這裡都有兩節活動關節 都可以額外做一個活動 這是個變形結構時候的反繪 然後後面的腳趾頭呢也可以做到一個前後活動 那這一節額外的也可以活動 剛剛給各位介紹過了 所以 整體來說呢 只要你 本身會把玩 這種可動玩具的話呢 這些活動關節可以讓你玩到一定是非常高興的 搭配他的腳架可以變出一些比較帥氣的姿勢 當然呢 我剛剛跟各位講的有這種 他有非常多的更換用的手型 各位等一下先進去先看一下 他有非常多的更換用手型 當然除了開手 開手左右都各有一對 開手 還有這種 造型用的那種 反正就是日式漫畫用的那種造型用的手 有點像是那種這個動作那種造型用的那種 張力手 跟這種 這個不是 烤手槍的手 不是蒙 蒙然夾娃的那種烤手槍的手 這個手型看起來很像那種烤手槍的手 不是喔 這是拿劍的手 拿武器的手 兩隻都可以拿劍 像這樣子可以拿劍 然後跟這種 一般的那種造型用的拳頭手 沒有任何開動的拳頭手 總之他兩隻手都各有附一隻啦 讓你可以很 高興的用你自己的方式去替換 讓你自己很開心玩得很開心 那槍呢可以從這邊取下來 這邊呢你要稍微注意一下他這邊有一個很小的球型關節 這個球型關節呢他是要讓你組在這個旁邊的 但是呢這個球型關節使用的非常的鬆 所以在插把的時候呢這個東西一定要特別注意 這樣掉去你就掉了 因為你掃沒類似可以代替的 那比爾拜因的槍呢就長這個樣子 他可以讓這隻比爾拜因確實的拿在手上 我們先看一下他的槍 因為他的槍有一個不錯的可玩性 等一下鏡頭調一下 這邊但是槍的造型是像這樣子 然後呢他槍是可以拿在這隻比爾拜因的手上 然後呢這個槍的前面這邊呢是可以活動的 這裡是可以向前翻 那變這個樣子 這個樣子是要幹嘛呢 主要是要搭配他的這一個 透明用的這個零件 組合在這裡之後呢可以變成那種有點像是那種近戰用的 那種類似刺刀的攻擊 刺刀的攻擊 像這樣 刺刀可以劈砍的那種刺刀 還不賴啦 那當然 對於那種特效控來說啦 特效零件控來說這個是真的還不錯 看起來就很漂亮 OK 那就不插了啦 這個東西 當然你不使用的時候呢 你這邊是可以把它變回去 然後把這個玩意兒呢 可以依著他的孔洞再把它插回去 到肩膀上面做收納 另外一邊 另外一邊呢就是這一把 比爾拜英的武器 他是一把 劍 劍是可以這樣抽起來的 劍就長這個樣子 然後劍是可以從劍竅裡面抽出來 然後他的劍本身上面有做一個老鼠灰的鐵灰色的一個 塗裝 很漂亮的塗裝 當然這把劍你是可以拿在這一隻的手上 可以像這樣拿著很帥氣 當然你可以選擇不拿 那這一次呢跟 之前的超額 那個老鼠灰一樣呢他有一個像這樣子的一個劍砍用的特效配件 他可以裝在這一隻比爾拜英的 武器上面 像這樣插進去裝起來 然後變成 重現他在劍砍時候那種 力道這樣甩過去那種 有那種 軌跡 這是一個特效用的零件 當然還蠻帥的啦 不過這樣插插拔拔不知道多次之後呢 你的漆會不會蹭在那個透明零件上面 我心甘一直玩 比例不是我的 當然你可以選擇讓他拿武器或不讓他拿武器 那當然這一隻拿武器之後呢 就可以非常的帥氣 不拿武器雖然也很帥氣 拿了武器之後就會更帥氣 我們武器給他拿著 然後讓他塞在這邊 然後像這樣 OK 所以呢他的可動性 加上他有一個還不錯的 雖然說很簡單 但是一個還不賴的變形結構呢 當然撐起了這一隻 不算便宜的價格 不過跟他的原本的 現在目前的ROBO魂比起來呢 這隻其實比ROBO魂還便宜 ROBO魂那個價錢真的是貴到不少 當然 如果今天有興趣的話啦 當然 我說過了ROBO魂呢 他的使用的變形結構呢 是完全變形 那這一隻呢 就可能比較糟糕一點 他使用的是一個 有比較多大量 插拔部件的一個插拔變形 當然好壞你們自己各位去選擇 你們看裡面選擇要 是要使用 是要買這一隻 重視外觀 然後跟合金配置量比較 比較 多的 這隻比爾拜英 還是要 選擇 就是變形結構 比較好的那隻比爾拜英 隨你們高興 那當然這一隻因為他有一個還不錯的配重 加上他撐上 這是這些 一些特效配件 還有他的底座這樣撐起來 所以呢其實這個東西你就算放在你家的 房間裡面啊或是你的客廳或是你自己的展示櫃裡面 他還是可以 變成一個不錯的裝飾品 那現在目前呢 這一隻 說真的他價錢並不是很便宜啦 但是如果你真的有興趣的話呢 當然就買回家吧 我去玩看看 我個人是覺得 還OK啦 還OK啦 不算太難玩啦 最起碼在機器人大戰裡面我還蠻認得他的 攻擊還蠻厲害的 這一隻其實在機器人大戰裡面算前期 到中後期都是一個還蠻不錯用的角色 OK 那今天這一隻比爾拜英呢就介紹到這裡了 那再次感謝乾爹 讚嘆乾爹 乾爹 贊助這一隻 乾爹好棒棒 那當然幫乾爹 我幫乾爹洗屁股了啦 OK那當然如果 對這支影片還有什麼其他的意見 或是其他問題呢 下面都可以幫我留言 我們來做一個QA討論 如果覺得我介紹的呢 是讓你可以下飯的啦 覺得吃下去還不錯 會有引發你的食慾 想去買一隻 來玩玩看的就幫我點個讚 如果完全 難以下宴看不下去 不知道你在講什麼小的呢 當然點個落賽 也沒有關係 你們高興就好 反正落賽我現在也看不到啊 好 我的玻璃心也不會碎掉 OK 那今天這一隻就當作是 新春的第3隻 第4隻影片啦 算了我忘記了 那當然分享給各位啦 OK那今天這隻就到這裡啦 謝謝各位 蘿拉 2 4 7 7 8 7 7 8 8 8